说到做到健康道 我们同类型的健康节目当中的所有的观众里面最热情的你说对不对啊 为了表明这个事是事实 我今天带了一个分配仪 好来三二一 94.8 说你们热情的是真热情 但是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热情呢 真跟一只猫的打呼噜的这个分配 其实也不差上下 我告诉你来请看大屏幕 你们的分配是94.8 对不对 想象一下 人打呼噜都觉得吵 对不对 但是打呼噜 对我们生活当中 有这么多的影响 您觉得打呼噜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它是一种病吗 来 来 这位阿姨 打呼噜是别人告诉你打呼噜还是 你自己意识到你 我意识到 能意识到别人也告诉我 是吗 打呼噜您觉得是一种病吗 对 血年头高吧可能血水 还有哪位 来阿姨 是您打呼噜还是身边人打呼噜呀 我们家全打呼噜 你们家全打呼噜啊 您打呼噜您是自己知道还是 我自己不知道 你自己不知道是吧 对 那你会认为打呼噜是一种病吗 是的 好 大家都觉得说打呼噜是一种病 那到底打呼噜是不是一种病呢 来 今天我们要邀请我们的专家 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呼吸中心主任 郭希恒老师 欢迎 郭老师好 好 来 好 开门健身啊 刚问了叔叔阿姨了 他们会认为说 以往呢 我们会觉得特别平常的这个打呼噜啊 他们都认为现在是一种病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人的这个健康的知识越来越增加了 对不对 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非常有趣啊 就是呼噜很响 为什么大多数打呼噜的人 他自己睡的特香 他不会把自己吵醒呢 首先我们说打呼噜本身就是一种病 因为他会干扰别人的睡眠 也会影响自己的睡眠 所以打呼噜的人睡眠质量是很差的 另外一个他在打呼噜的过程当中一直在睡觉 他睡眠的时候呢 他逐渐对他的憨声已经适应了 所以他听不到自己憨声 打呼噜的人他睡眠质量还挺差 我一直都认为打呼噜的人睡得很香才是呀 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 另外就是在所有打呼噜的病人当中 有三分之一的人 他是通过别人告诉他自己打呼噜 他承认自己打呼噜 那还有三分之一的人 即使别人告诉他 他是打呼噜的 他呢 又不相信自己打呼噜